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任何事情有个偶然性 我向周清丁教授学习了动物雕塑 我对雕塑就非常刚刚好 我从小对书画这些也非常喜欢 另外就是刻印 我本来就是刻印刻字节学徒出身 本来就对各个材质的印章工具 以及传统的那些也非常的熟悉 综合着这么多的过去的一些积累 我们讲的高高应用在这么小的一个印章上 那么现代人说到印章 当然是以织印为主 这个陶瓷印又是一件非常冷门的 不是一个大众化的手工艺或者二用品 所以一阵以来不被人们所关注和广泛使用 一个就是它的制作的难度 因为陶瓷印它涉及了行字 就刁流 烧字 绘画 书法 撰刻 诗词 文章 还有呢 当然还主要的还是对文化的认识 所以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要融合这么多的技术和艺术 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陶瓷印首先要解决烧字 烧字的话呢 它的泥的配方和形质的造型的这些东西都有所讲究 在1300度高温的情况下 如果很厚很舍心的话 外面已经受热了 里面受热了不均匀的话 要爆炸 就是要炸掉 或者走行啊 陶瓷印看看那么小那么不起眼 其实它这个工艺制作的复杂和艺术 还尽量的它非同小可 以前我是凌晨两三点开始创作 吃个中饭 然后一直到晚上六点为止 然后回家去吃晚饭 所以我一般情况下 我的一天至少从时间上讲 就是像类似于人家的两天的 我因为在满腔入勤的 一直从早到晚的在创作的激情当中的 在解决的想象就是和以前这一件东西不一样的 每个形式都有所改变的 本来就是停不下来的事情 我现在就专门的学生没有什么道理呢 因为要坐在牢 这是第一个起码的事情 所以年轻人哪里坐得住呢 谁待在牢呢 我估计 就下去也不大会赢 就这么意思 涂地有没有也不影响我 对陶瓷这门的艺术 或者说是手工艺的影响 可惜的是就是万一有一天 到我的手上又开始射成了 这个问题倒是值得考虑的一个问题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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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